真主黨根據地被炸 導彈司令被斬首 真主黨貴囚伊朗遭拒 敘利亞或派賓黎巴嫩 川普和哈里斯誰能應對國際局勢 接6搖擺州民調 馬斯克招聘人員16州助選川普 拜登在聯合國做任內最後一次演說 並對中共祭出最強大武器 共軍首次三航艦同時出海 賴清德表示 臺灣絕不會簽和平協議 川普刺客驚悚信件曝光 法官據兇手保釋 希望之聲最快最新的資訊 好 接下來請您觀看今天節目的詳細內容 今天9月24日 以軍對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南部地區的J1鎮 真主黨的根據地發布了大規模的空襲 確認真主黨火箭導彈部隊的司令被清除 有消息說 真主黨敦促伊朗加入戰爭攻擊以色列 但是遭到伊朗的拒絕 而聯合國安理會在今天緊急召開了會議 美軍也緊急向中東增派了部隊 據CN的消息 23日 以色列襲擊了黎巴嫩 全境大約1600個疑似真主黨的據點 清除了高級領導人 而今天以色列對黎巴嫩南部地區的真主黨根據地 巴勒貝克市等地發動了空襲 據說造成了558人身亡 近2000人受傷 以軍的發言人說 真主黨在平民區儲存了導彈和其他武器 從23日開始到今天 以色列對黎巴嫩不同的地區進行了五波襲擊 也被稱為北艦行動計劃 以色列空軍從空襲開始記錄了3000多個飛行小時 投下了2000多枚彈藥 所有中隊的250架飛機 包括F-15、F-16、F-35等等戰機全部出動 據路透社的消息 以軍證實負責真主黨火箭彈、導彈師 以及無人機的軍事司令指揮官庫拜西 在今天以色列的空襲中喪生 這標誌著真主黨的領黨層受到了更重大的打擊 而真主黨聲稱在23日晚間 對西北部的以色列海軍基地發動了無人機襲擊 這個基地是以軍沙耶特13特種部隊的所在地 以軍報告說三部無人機中的兩部被攔截 不僅如此 今天真主黨還首次使用法迪3號導彈 擊中了以軍的參孫基地 這是一個指揮中心和區域裝備庫 另外 真主黨還向以色列北部發射了300多枚火箭和導彈 其中以色列古城薩福德被擊中造成大火 而薩福德是有著根深蒂固的猶太遺產和文化 目前以色列國防軍正在黎巴嫩派遣更多的軍隊 有在黎巴嫩開展地面行動的可能性 而黎巴嫩與敘利亞有很長的邊界 敘利亞很有可能會對真主黨提供武器和數千名士兵 聯合國安理會今天24日就黎巴嫩真主黨和以色列升級的衝突召開了緊急會議 擔心中東的衝突進一步加劇 據Axios的報導 以色列和西方官員說 自以色列昨天在黎巴嫩上空開始空中行動以來 真主黨多次祈求伊朗加入戰爭並對以色列發動攻擊 但是據說 伊朗總統表示 時機不合適 有觀點認為 伊朗突然與聯合國想進行核武談判的原因 就是他們驚恐地看到真主黨在黎巴嫩被以色列清算 並意識到自己很有可能是下一個目標 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完全碾壓真主黨 如果以色列得到美國的幫助 那麼伊朗將沒有機會 可能會被轟炸回到時期時代 而伊朗不光是縮了不幫助自己的兄弟真主黨 伊朗總統還在聯合國大會期間表示 伊朗從未支持俄羅斯的侵略 伊朗尊重美國國家的邊界是必要的 伊朗準備與歐洲人還有美國人就俄乌戰問題坐在談判桌前 伊朗總統還表示 過去可能曾經向俄羅斯發過導彈 但是伊朗總統說 自從我上任以來就沒有過這樣的貨物 而關於以色列 伊朗總統呼籲國際社會保護黎巴嫩 防止黎巴嫩成為第二個加沙 不過 中共外長王毅卻在聯合國大會上表示 中國永遠站在正義的一邊 站在包括黎巴嫩在內的阿拉伯兄弟一邊 就在緊張局勢升級中 9月23日 五角大樓宣布將向中東增派部隊 五角大樓新聞秘書萊德沒有透露有關增派部隊的數量 具體部署地區或者任務的詳細情況 但是 目前 美國在中東地區的駐軍有大約4萬人 五角大樓警告說 衝突升級增加了爆發更為廣泛的區域戰爭風險 並警告美國公民離開黎巴嫩 而英國部署了700名英軍到塞浦路斯協助黎巴嫩的英國人撤離 目前 有萬人離開了黎巴嫩 那您覺得 以色列是該停手 還是要繼續呢? 也請大家在下面留言分享您的答案 離美國大選還有40多天 六大搖擺州的選民 他們對川普與哈里斯 誰更有可能結束俄乌戰和加沙戰爭 以及有效應對阻止中共攻台的能力做了一項民調 與此同時 馬斯克也在16個州招募人員為川普助選 據Axios的報導說 全球事務研究所的民調顯示 就全美而言 雖然有不少的選民認為 哈里斯比川普更能堅決捍衛美國利益 比率是25%對48% 但是在亞利桑那州 喬治亞州 密西根州 內華達州 賓州 還有威斯康辛州等等搖擺州 川普反而是以56%比44%領先 而在誰更有可能結束中東和俄乌戰的問題上 搖擺州選民支持川普是58% 哈里斯是42% 在如果中共對台灣有所行動的時候 搖擺州選民他們有58%的人認為 川普能有效應對 哈里斯是42% 而在移民的政策上 有58%的搖擺州選民認為川普有能力 領先哈里斯的44% 昨天23日 川普在賓州的一場集會上 向台下的觀眾說 他如果當選 第一通電話將會打給習近平 會要求對方遵守達成的貿易協議 中國將會購買價值500億美元的美國農產品 而川普保證習近平會買單 他100%會履行承諾 據《紐約郵報》的消息 有大選風向標誌稱的俄亥俄州的一家 備受喜愛的麵包店 自從1984年以來 就讓客人挑選畫有候選人Q版頭像的餅乾 來作為民調 除了2020年以外 幾乎都精準預測了每屆大選的結果 而現在的餅乾民調顯示 川普的餅乾已經賣出了2953塊 以54%大幅領先 而哈里斯的餅乾賣出了2134塊 是39% 目前離大選是越來越近了 力挺川普的億萬富翁馬斯克 也在成立美國政治行動委員會 為川普募集競選資金之餘 同時在全美各地招募人手 拜訪搖擺州的選民 說服他們支持川普和角逐國會席位的共和黨人 馬斯克在16個州進行招聘 招聘人員將會在關鍵的主要城市和城鎮 以及在國會選舉中競爭激烈的選區 比如密西根州的大吉流城 和紐約州的波吉普西 動員選民參與投票和投放數位廣告 據說登門辦訪的選民的工作人員 他們將會協助新的選民註冊 進行數據收集 以及展開社區外展活動等等 而網站也顯示 工作人員將會宣傳支持維護言論自由 自由市場和任人危險的候選人的使命 馬斯克表示共和黨並非是完美無缺的 但是在今年11月份投給共和黨 比民主黨更為明智 美國總統拜登在今天9月24日的聯合國大會上 發表了他任期內的最後一次演講 現在距離他任期結束 僅剩下4個月的時間了 而俄烏戰爭和中東衝突 可能會持續到他卸任以後 不過拜登在離任前 今天他再次對中共祭出迄今為止 最為強大的武器 拜登在聯合國大會的講話聚焦4大議題 袈裟停火和人質談判 俄烏戰 美中關係以及氣候問題 拜登誓言要支持烏克蘭 直到取得最後的勝利 他表示 戰爭開始2年多以來 北約盟國和夥伴 以及50多個國家挺身而出對抗俄羅斯 最重要的是 烏克蘭人民站了起來 而好消息是 普京的戰爭失敗了 他的核心目標也失敗了 拜登將會在9月26日與澤林斯基會面 聽取烏克蘭新的和平計劃 拜登在提到中東問題的時候 他呼籲以哈敲定由美國 卡塔爾和埃及所推動的 加沙停火和人質協議 拜登也提到 以色列和珍珠黨之間的衝突 可以通過外交方式去解決 其實拜登團隊承認 在他卸任前達成協議的前景越來越黯淡 但是拜登希望在聯合國演講中高調向 各發施壓達成協議 另外一個焦點是美中關係 拜登強調 美國正在尋求以負責任的方式 來管理與中國的競爭 使其不至於陷入衝突 這對美國人民和世界其他國家的人民都很重要 不過在拜登剩下的任期結束前 今天9月24日 他再次對中共祭出了迄今為止最為強大的武器 據路透社的消息 拜登政府提議禁止中共的車聯網技術 這可能成為他迄今為止 比喻顛覆全球汽車業的 中國廉價電動汽車衝擊的最為強大的武器 美國商務部23日宣布了硬件和軟件禁令 是對中國電動汽車征收100%的關稅 並且拒絕向任何使用中國製造零部件的汽車 提供7500美元消費者電動汽車補貼之後 所採取的最新措施 而與這項措施不同的是 聯網汽車技術禁令 甚至適用於中國公司在中國境外生產的汽車 比如中國公司計劃在墨西哥或者歐洲設立工廠 像中國電動品牌比亞迪就計劃在墨西哥建廠 而美國貿易團隊認為 中國電動汽車可能會給美國汽車製造商帶來滅絕級事件 報導說拜登還要求禁止中國軟件或者自動駕駛汽車進行測試或者部署 從而有效建立貿易堡壘來保護美國電動汽車特斯拉 分析人士警告說中國可能會採取報復措施 可能會針對特斯拉龐大的中國業務 目前拜登計劃將在2026年禁止使用軟件 在2027年車型上禁止使用硬件 政府希望在2025年1月20日拜登離任之前敲定新規則 近日中共海軍史上首次三航艦同時出海 亞太局勢急速升溫 臺灣總統賴清德在今天9月24日表示 他堅持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臺灣也絕不會簽和平協議 據《南華早報》的消息 共軍最大的承包商中共北方工業公司上個月發表了文章 聲稱他們開發出了一款超遠程小型審風無人機 這款無人機能以時速144公里飛行 飛行距離可以達到200公里 而臺灣海峽的寬度只有180公里 與此同時 美國戰區23日報導說 截止到上週 中共的航母同時出海挑釁 遼寧號打擊群出現在菲律賓海活動 山東號航母打擊群則在海南島外海出現 同時 福建號已經離開上海的船廠進行新一輪海事 挑釁亞太安全的意味非常濃厚 9月26日 臺灣民防會議全社會防衛任性委員會的會議即將召開 臺灣總統賴清德在今天是親赴南投縣參與了民防訓練行程 他表示 保護全體民眾身家性命安全是他的使命 有主權才有國家 有臺灣才有中華民國 他身為總統兼三軍統帥 會永遠堅持自由民主的憲政體制 同時也堅持主權 不容侵犯並吞 臺灣前途只有2300萬人民可以決定 自從前總統蔡英文到現在 他們都在積極強化國防 不管是國防自主 或者對外軍事採購 賴清德還表示 不應該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2010年 臺灣對外投資有83.8%都去了中國大陸 但是到2023年 只剩下11.4%去了中國大陸 臺灣已經把多數資金轉往東南亞國家 美國 日本 歐洲等地方 賴清德強調 臺灣也要與民主陣營站在一起 用加強備戰來避戰 他還承諾 臺灣絕對不可能簽和平協議 而美國主導的方舟計劃形成的保護力量 就是避免政府被迫簽署和平協議 要靠實力確保和平 而不是靠一張紙 他深信 只要團結合作 一定可以成功守護臺灣這片熱愛的土地 9月23日 涉嫌刑刺川普的槍手勞斯在西棕櫚灘聯邦法院出庭受審 而法官拒絕了他的保釋要求 檢方新的證據顯示 勞斯在行動之前數月 就針對這次刑刺寫好了一封令人不寒而栗的信件 檢察官迪斯波托告訴地方法官麥卡布 司法部要求大陪審團對勞斯提出更嚴厲的指控 指控他暗殺川普為隨 這個指控最高可判無期徒刑 據法新社的報導說 檢方表示 特群局當時在川普前方巡邏時發現探出數從槍管 就對勞斯開了四五槍 最後槍手在逃逸途中被警方逮捕 而檢方提交的新聞件證據指出 勞斯在數月前把一個盒子放在一個人的家中 這名證人直到勞斯被捕以後才打開盒子 發現裡頭有彈藥 一根金屬管 建築材料 電話和幾封信 而勞斯在信中提到他企圖暗殺川普的想法 其中一封以《親愛的世界》開頭的信寫道 這是對川普的暗殺 但我辜負了你們 我盡了權力 使出渾身解數 現在得靠你們來完成這項工作 誰能完成這項工作 我就給誰15萬美元? 而勞斯是在之前就有其他暗殺企圖 還是他為這次在高爾夫球場作案而寫的 目前還不清楚 勞斯曾經在網絡上發文表示 2016年他投票給川普 但是川普令他失望 檢察官表示 在勞斯被捕時 他的車上還有一份手寫的清單 上面羅列了川普8月份到10月份已經現身 或者即將現身的地點和日期 同時 勞斯的手機記錄顯示 在8月18日到9月15日期間 他曾經多次出現在川普的高爾夫球場和海湖莊園附近 另外 經過FBI分析發現 勞斯的一部手機曾經在谷歌上搜尋 如何從佛羅里達州西棕櫚灘前往墨西哥 在檢方披露了更多有關勞斯作案的新證據後 法官拒絕了勞斯的保釋請求 目前 勞斯面臨兩項聯邦槍支犯罪指控 但是檢察官計劃向大陪審團提出謀殺未遂的指控 感謝您關注今天的北美新聞 也請朋友們別忘記點贊 留言 轉發 分享我們今天的節目 我是小蘭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明天同一時間